M品牌活动 新世界维港泳2023 今年吸引4000人报名参与 规模是2011年复办以来最大 赛事在11月12日早上举行 首批大约300名参赛者 由湾仔金字经广场公众码头出发 华越维港约1公里 前往尖沙咀星光大道公众码头终点 今届除了设有竞赛组和休游组 亦是至2013年后再设国际组 邀请不同国家和地区荣守参与竞逐 香港队由早前出战杭州亚运的闪展亭 及聂子宴出战国际组 最终带病上阵的闪展亭 游出15分5.2秒获第4 另一位港队女将聂子宴 以15分53.7秒夺得桂军 她表示今次有很多实力很强的外国选手 今届维港泳的刺激性和竞争性都很大 更加好玩 比赛男女子组冠军由日本选手包办 古田海生游出14分43.9秒 仅以0.1秒之差压过中华台北的卓成齐夺冠 加藤花野以15分46.3秒封后 同时 今届大会在星光大道终点旁边 举办全榜首个海上游乐场 被市民入场同乐 场内设有滚轮 弹床等游乐设施之外 会场还设有维港景色的大营天秋 长达10米的巨型飞天泳手 被入场市民拍笑留言 获大营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颁发的 N品牌活动 标志着紧张、精彩、刺激的大营体育活动 有N品牌活动事务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国际大营体育城市 未样的小池 未至少一 ważne 未至少一美北 未至少一切 未至少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